结冰的江面上 狗狗不慎掉入冰窟窿中 一旁的女孩吓坏了 她赶紧站起身 看到狗狗在刺骨的江水中不停挣扎 很快就要淹死了 女孩很担心 于是她缓缓挪动脚步 静止地向冰窟窿走去 她想要去解救狗狗 就在女孩即将走到冰窟窿边缘时 草丛中的哥哥也正好拉完屎 她站起身 抬头正好看到 她吓得一脸茫然 赶紧叫住妹妹 妹妹回头看她 她让妹妹站着别动 然后慌忙向妹妹跑去 可就在这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妹妹也掉进了冰窟窿里 看到这一幕 男孩一边大声呼喊 一边加快步伐 妹妹在刺骨的江水中挣扎 男孩本想奋不顾身地去救她 多亏一旁的大叔 赶紧跑过来抱住了她 要不然她可能也要出事 只见妹妹的书包扶到了江面上 此时狗狗小白从冰窟窿里爬了出来 而妹妹却永远地离开了 男孩沉浸在痛失妹妹的悲伤情绪中 久久无法自拔 从那以后 男孩把妹妹意外地过错归咎在小白身上 他讨厌小白不想看到她 每次看到她 就用脚把她踢得远远的 可小白竟然完全不在乎 始终跟随着她 因为是男孩和妹妹将她养大的 而小白没法理解关于妹妹意外这件事 因为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离开了 她也不能接受小白在待在自己身边 于是男孩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她来到火车站 买了一张车票 打算离开家乡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小白也悄悄跟着她 来到了车站 她在后车厅寻找男孩踪迹的时候 突然透过栅栏 看到了站台上的男孩 于是小白不顾检票员的阻拦 奋力向站台跑去 火车来了 男孩上了车 而小白刚来到站台上 火车发动 小白透过车窗看到了男孩 看到男孩与自己渐行渐远 小白赶紧追着火车就跑 他跑到铁轨上 一路跟随着火车 不说意外的话 小白肯定会在另一个城市 与男孩重逢 男孩来到新的城市 无意之中 他被诱骗 加入了一个行骗盖帮组织 盖组织有一个帮主 专门诱骗流浪的孩子去乞讨行骗 帮主从而从中获利 男孩刚加入盖帮的那天晚上 帮主竟然盯上了男孩的书包 男孩不想妹妹留给自己仅有的东西 被他人抢去了 于是 他想找个地方将书包藏起来 并故意告诉帮主 他会把书包给扔了 帮主担心他会趁机逃跑 他竟然让男孩戴上自己的胸拳 并警告男孩 如果想逃跑 那胸拳就会撕咬他 离谱的是 小白碰巧也来到了这座城市 当他来到垃圾堆翻找食物时 男孩竟然正好 从对面的路边经过 小白突然看到男孩后 男孩牵着的胸拳 回头看小白 而男孩没有注意到 接着 男孩来到寄存柜前 他打算将妹妹的书包 暂时存放在这里 他打开柜门 将书包放了进去 就在即将关上柜门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想起了妹妹怕黑 于是 他有了个好主意 他打开书包 从里面拿出了手电 然后将手电打开 放在了书包上面 而小白刚打开垃圾房的铁门 他出来后 马上静止地 朝看到男孩的方向跑去 小白以为马上就能与主人团聚了 他很高兴 可当他来到寄存柜前面时 男孩已经离开了 他很失望 接着 小白通过敏锐的嗅觉 找到了存放妹妹书包的柜子 于是 他决定要再次守护 顺便等待男孩的归来 不出意外的话 小白很快就能与男孩团聚了 这天 男孩与伙伴行起结束后 刚出地铁口 抬头就看到 不远处为马的人 同时不停传来狗叫 他们上前去查看 原来是城管把小白当成了野狗 正在捕捉他 男孩挤入人群中 他仔细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狗狗小白 尽管看到小白被如此残忍的对待 可男孩竟然转头就要离开 因为他还在为妹妹的意外 生小白的气 但他刚走几步就停了下来 小白的惨叫 让他犹豫了 虽然他讨厌小白 但他不希望 小白被当成野狗处理了 于是 他走上前大声告诉大家 放开他 这是他的狗 小白也瞬间认出了男孩 他很高兴 男孩救下小白后 小白就一直跟着他 尽管男孩还是不愿 看到小白待在他身边 但他实在没办法甩开他 于是 男孩只能将小白带回了大本营 大家听了男孩的讲述 都觉得小白非常的聪明 于是 帮主想让小白跟随他 可小白却朝他汪汪大叫 仿佛看出了他不是个好人 但是帮主不死心 他想将小白训练成胸犬 女孩担心小白受到伤害 于是 他提议带上小白一起去刑起 帮主同意了 于是女孩假扮盲人 并让小白当自己的导王犬 他们来到地铁上刑起 男孩万万没想到 小白的加入 竟然大大提高了 他们的刑起收益 晚上 小伙伴们都夸赞小白 可男孩却一脸不屑 并表示 不要再带上他了 第二天 他们来到公交车上刑起 突然小白好像看到了什么 只见他挣脱绳索 迅速跑到车尾座位上 男孩赶紧上前查看 原来 小白看到了一个 和妹妹长得很像的小女孩 晚上 回到大本营 帮主竟然对大家 今天挣到的钱并不满意 并用自己的胸拳吓唬大家 女孩却小声表示 大家其实挣得更多了 帮主听得很不爽 他走上前 一脚就将女孩踹到了地上 他竟然还想再来一脚 男孩赶紧上前拦住了他 他竟然打算 跟帮主这个坏蛋讲道理 果然坏蛋不但不听他的 还猛地一拳 看到主人被打 一旁的小白看不下去了 朝着坏蛋一顿狂吠 坏蛋注意到 小白一心想要护主 他感到很气愤 于是 他找了根钢管来到小白面前 他竟然打算连小白一起打 接着 他挥动钢管 三两下就将小白打了趴到地上 真是毫无人性 几天后 坏蛋们竟然以放假为由 故意将孩子们全部骗出去玩 当男孩正玩得开心时 他不知道的是 小白正在遭受噩梦 坏蛋们将小白拖进了一个铁笼子 并把那条胸拳也拉了进去 接着 胸拳飞奔向小白 就是一顿撕咬 可真够可恶的 更可恶的是 坏蛋头目还在笼外为胸拳加油 从其他几个坏蛋的表情 和小白凄厉的叫声中 可以看出 小白被咬得特别惨 很快就倒下了 晚上 坏蛋们为了不被别人发现 趁着夜色 竟然悄悄将身受重伤的小白 扔到了垃圾堆里 看着小白满身的伤痕 真叫人心里难受 而男孩对这一切 还全然不知 孩子们玩累了 回到大本营 男孩还特意为小白买了 最喜欢吃的火腿肠 来到屋里 男孩打算弄一杯水喝 而两个坏蛋正在坐着聊天 从他们的谈话中 男孩才得知 小白出事了 他赶紧上前质问 得知事情真相后 他赶紧向扔小白的地方跑去 可当他来到那个垃圾堆时 小白和那些垃圾早已不在了 男孩感到很气愤 他想为小白报仇 于是 他回到大本营 拿了钢管 就要打那条胸拳 很快 这一动静就把坏蛋吸引来了 坏蛋本想上前 抢过他手中的钢管 却不料 正好被男孩打了 倒在地上 他很气愤 站起身就要给男孩点颜色看看 他命令两个手下 上前教训男孩 看到这一幕 门口站着的女孩 赶紧跑回屋里 他打算报警 不然男孩很可能会被打死 就在男孩即将被扔到 胸拳笼子里时 坏蛋吓得带上恶犬 就赶紧跑路 警察把孩子们救下后 带回了警察局 可坏蛋并没有打算 就此放过男孩 他很快就又会找男孩麻烦 几天后 男孩从警察局离开 他来到存放书包的寄存柜前 打算带上妹妹的书包 一起回老家 可他刚准备转身离开 肩膀突然被一只手拉住了 他回头一看 竟然是那个坏蛋又找来了 而更离谱的是 小白没有死 他也找到这里来了 坏蛋本想将男孩拉到车上 却没想到被男孩挣脱了 看到男孩想跑 坏蛋赶紧让车上的恶犬去追 而男孩刚跑了几步 就看到小白迎着胸犬冲了上去 男孩担心小白再次受到伤害 于是叫他赶紧跟着自己跑 尽管他们跑得飞快 可坏蛋跟着恶犬 一直追赶着他们 眼看就要被追到了 男孩赶紧横穿马路 但差点亮成车祸 跑到一个红绿灯路口 男孩跟着小白 直接闯了红灯 胸犬还是紧追不舍 就在这时 胸犬被车撞死了 坏蛋气得嚎啕大哭 他这回更加不会放过男孩了 男孩逃脱追杀后 小白还是一直默默跟着他 想到刚刚多亏小白救了自己 他感到很纠结 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小白了 而小白好像也明白了 男孩不喜欢他待在自己身边 于是 他故意与男孩保持一段距离 男孩突然踢鞋要赶他走 他不但没有躲得远远的 反而还将鞋子捡回 送到了男孩身边 男孩犹豫了一会儿 结果鞋子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并用手轻轻抚摸小白的头 从这一刻起 男孩总算释然了心里对小白的恨 他知道小白将是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自己唯一的家人和伙伴 接下来的几天里 男孩有小白的陪伴 他过得很开心 可幸福总是短暂的 男孩因为一次淋雨 他病倒了 由于没钱 他只能睡在地下通道里 而小白只能静静守护着他 他怕男孩着凉 于是从旁边 叼来了报纸给他盖上 并趴在男孩身上为他取暖 他知道男孩饿了 于是趁面包店老板不注意 偷偷从车上叼走了一个面包 小白将面包送到男孩身边 男孩醒来看到这一幕 他很感动 而男孩还不知道的是 小白的眼睛出问题了 他看东西变得越来越模糊 突然 男孩听到哀嚎 转头看小白 这时他才意识到 小白眼睛生病了 于是他马上带小白去看医生 医生告诉男孩 小白患了急性清光眼 他快要瞎了 得知这样一个晴天霹雳 男孩决定拿出妈妈 留给妹妹的钱 来为小白治眼睛 他知道妹妹也很喜欢小白 所以他才决定这么做 就在男孩还在 为小白的眼睛发愁时 男孩又因为淋雨病重了 离谱的是 当他和小白正在地下通道休息时 两个路人从他们身边经过 注意到了他们 而这两个路人 正好与那个坏蛋认识 于是 他们赶紧给坏蛋打电话 坏蛋接到电话后 决定去那个地下通道看看 他来到地下通道 看到有警察在 所以悄悄地站在墙边查看 但是小白很快就发现了他 于是 坏蛋吓得赶紧躲到了墙后面 幸好警察将病重的男孩 带回了警察局 要不男孩早被坏蛋带走了 警察将男孩放在休息室里 而小白就在门外静静地守着 可更离谱的是 坏蛋竟然开车追来了 他偷偷地溜进了警察局 从窗边经过时 再次被小白看到了 于是 小白又不停汪汪叫起来 他知道男孩要出事 于是想要推开门进去看看 最离谱的是 警察看到这一幕 竟然一脸猛逼 不为所动 接着 坏蛋抱着男孩就跑路 小白赶紧跑到窗口 对着窗外叫个不停 警察这才觉得不太对劲 于是起身查看 一个警察来到休息室 他看到男孩竟然不见了 于是才跑到门外查看 而此时 坏蛋正好准备开车跑路 小白赶紧追了上去 尽管他视线越来越模糊 但他一直跟着坏蛋的车狂奔 一个小时后 坏蛋将男孩带到了一个库房 他将男孩拖到一个旧鱼缸旁边 接着 他抱起男孩 转身将他扔到了鱼缸里 他想弄死男孩 为自己死去的凶犬报仇 他开始往鱼缸里注水 打算将男孩淹死 男孩被水冲醒了 想要挣扎着站起来 却被坏蛋举起木棒 狠狠戳了一下 于是又躺下了 坏蛋竟然表示 他会看着男孩慢慢死去 可真够奇葩的 接着 他继续往鱼缸里注水 就在这时 小白赶来了 他静止向坏蛋跑去 坏蛋满脸惊慌 接着 小白猛地向坏蛋身上扑去 瞬间将他扑倒在地上 他看到男孩 就只剩嘴巴和鼻子 露在水面上了 赶紧爬到鱼缸上唤醒他 看到男孩竟然没动静 他赶紧将注水的管子 从鱼缸里掉出来 而此时 坏蛋拿了一根木棍站了起来 他来到小白身边 想要先把他打倒 小白吓得不停往后退 而男孩总算 被小白不停地狂吠唤醒了 他扶着鱼缸表面 慢慢坐起来 看到坏蛋正要打小白 他非常的紧张 不希望看到小白 再次受到伤害 他使出吃奶的劲 挣扎着站了起来 男孩慌忙从鱼缸里爬出来 紧接着 他赶紧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棍 悄悄地朝坏蛋背后走去 就在坏蛋将小白打趴下时 男孩来到坏蛋背后 用铁棍奋力一击 将坏蛋打倒了 看着小白满身伤痕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男孩极其难过 很快警察赶来了 逮捕了坏蛋 并将男孩和小白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 医生告诉男孩 小白没剩多少时间了 并表示 小白现在非常的痛苦 如果男孩愿意 他可以帮忙 让小白轻松地离开 可男孩不愿这么做 他知道小白肯定非常想回家 于是 他决定带小白回家 警察开车 把男孩和小白送回家 回到家 男孩将小白抱到了自己床上休息 而他自己就守在门外 第二天 男孩醒来 可他发现 小白竟然不在屋里 他左右张望 好像看到了什么 于是慌忙朝门外跑去 他发现 小白正在大门口躺着 男孩赶紧上前查看 小白想让男孩带自己 去以前 他经常等妹妹放学的地方 他们来到那个地方 小白静静地 趴在男孩腿上 男孩知道 小白一定是想要在这里等妹妹 因为他不知道妹妹不在了 他只知道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妹妹了 就在小白生命的最后时刻 男孩向他忏悔了自己的过错 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而小白也在男孩 温暖的陪伴和话语中 前往另一个世界去陪妹妹了